每一早未到最後一分鐘 我都不願意起床 所以出門口之前一定要分秒必真 用最短的時間去裝身和化妝 究竟要怎樣才可以用最快的時間 去化一個零失敗的妝容 讓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想法當然要用粉餅 今次我用這個可以做到10小時未機式的粉餅 同時這個粉餅除了可以抗油光之外 亦都可以修飾一些毛孔 以及可以解決相粉很難的問題 可以長時間做到很清爽牙齒 如果你想你的眼妝是零失敗的話 這款日劇女王射完尾尾都用的眼影就可以幫到你了 首先要用手指插底箱在眼蓋上 就可以打了底 然後再用眼影掃去拿粉 然後一次過梳粉 然後一次過梳我的眼睛 這樣就可以有一種已經出現了很層次分明的顏色 出來 然後到最後就先畫一條眼線 整個眼妝呢 就大功告成吧 這顏眉粉其實你看到在顏色分佈 就是等於我們一會兒畫上眉上的顏色位置 首先我會用黑色去畫一個眉眉 先用眉眉的顏色去掃出來 然後再用白色掃的位置 把兩個顏色混合在一起 然後掃起眉封和眉頭的位置 這樣整個眉眉的顏色就完成了 這樣整個眉眉的顏色就完成了 怎樣才可以令到胭脂的位置可以很準確呢 大家可以看看我手上這隻胭脂 它有一個膠的手臂突出出來 只要將這個手臂對準著鼻翼這個位置 然後打圈的按壓上去 這樣就可以準確把胭脂放在蘋果肌上 又快又方便了 唇膏我選了這支 這條掃是3D的設計 中間是一支Boss來的 只要跟著唇形去塗 這樣就可以立即做到一個很立體的唇妝了 唇膏碗 你真的沒有任何人 沒有任何人 雙手 碰射